胆园 今天我要来提一提这个主题 就是让最重要的成为最重要 也许你们会觉得就很重要 没有问题就是 当然就是最重要 但是我想今天不是 轻易的在谈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你认为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必须这么说 大部分的人 并没有太清楚的去厘清这件事情 我们自然而然的活着 然后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 或者面对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跟评估 也许我们觉得不同的处境 我会说不同的重要性 我会做不同的决定 但是其实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两个 有几个很重要的 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它不一定浮现在你的意识的层面 但是你做很多的决定 你是随着这一个最主要的想法 或者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决定 所以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这是你人生的主导原则 请你跟我说主导原则 这四个字 来 主导原则 所以你人生有一些主导原则 有一些人认为金钱就是我的主导原则 我看哪里钱多我就往哪里去 有些人认为快乐是我的主导原则 如果你的人生快乐是你的主导原则 今天早晨如果有人打电话跟你说 我们去打高尔夫球 我们去哪里唱卡拉OK 你大概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地方了 有一些人他人生的主导原则 就是我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快乐 也许有些人的主导原则 就是我安全感很重要 需要有安全感 所以不管我要去哪里去旅游 我要先确定 确定这个过程是很安全很舒适的 那我才要去这个地方 有些人他人生的主导原则是 认同感 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跟掌声 我希望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没有被任何人拒绝 我希望成个大家都喜欢的人 所以我喜欢融入群体 融入大家的想法 我不喜欢被孤立 我不喜欢被排斥 那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他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强烈的 这种叫做 也许认同感是他人生的主导原则 我在讲的就是 你的人生的主导原则 到底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是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许你还不是很清楚 你也许需要把它厘清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 我很希望你抓住人生 真正最重要的主导原则 而且把这件事情 当作你人生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那你说那到底是什么 我给大家一个新的视野 或新的眼界 也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节 好不好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来 如今长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请你把爱圈起来好吗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 就着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或者我鼓励你 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就是 让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导原则 让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地位 不是成功 不是儿女 不是物质 不是权力 不是名声或者舒适 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就是 你能不能学会爱的功课 所以第一个标题我要给大家的就是 从圣经来看 从神来看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习爱的功课 这是我试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中的最重要 有人来问耶稣 因为耶稣在当时候传道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跟随他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有很多旧约的拉比或者文士 他们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人 他们就来跟耶稣对话 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来问耶稣说 耶稣摩西给我们这么多的法律 这么多的规条 多如牛毛一样 那到底人活着都要遵守这一些的规条吗 遵守这一些的律法吗 还是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耶稣你能不能让我们知道一下 耶稣说你问得非常好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好吗 我们一起读一下来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耶稣说总括整个摩西的律法 总括整个神给我们的圣经 对人类最重要的指示 最重要的命令 诫命的意思就是命令的意思 就是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 请你跟旁边说就是尽的意思 尽这么多很多说 就是尽一切所能的来爱主你的神 所以我们爱神要尽一切所能的来爱祂 我们真的有这样子吗 耶稣说这是你人生第一要紧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最重要的事情 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我今天试着要再一次的提醒每一位 包括我自己在内 好不好我们按照神所吩咐的 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 还有其次要爱人如己 简单来说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爱的功课 你今天为什么还在呼吸着存活着 你知道吗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是因为你的功课还有待学习 你还没有学完爱的功课 神再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 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神 什么是爱人 让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能够更多的成长 能够有更多的学习 你还活着 对神来讲最重要的 不是你得到多少金钱 你成就了多少丰功伟业 或者你多少 你多有名气 你多有 你的粉丝有多少 对神来讲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对神来讲 有一天你来到祂面前 祂要问你 你学会爱我的吗 你有没有学会爱你周遭的人 有一天我们要面临神这个问题 也许对我来讲 我会跟神说 神啊你看 我这个为你建造多少间教会 带多少人信耶稣 是也许这些很好 但是我相信神第一个要问的不是这个 是那你有真的爱我吗 那你有真的爱你周边这些人吗 主我帮你做很多事情 我成就很多的事情 也许神要提醒我 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的爱我 你有没有爱人如己 我觉得今天的信息 对我自己是一个很深的提醒 因为下面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常常忽略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对神来讲什么是爱 爱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浑烧 仍然与我无异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些话实在 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 这是有点小夸张 不是小夸张 是很大的夸张 圣经说如果我有一种恩赐 我会讲所有的语言 甚至连天使的话语 我都会讲 我有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没有爱 我不是因为爱来做这些的事情 我就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 我推动在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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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这样子而已 还有如果我有很强大的恩赐 我这个恩赐 我有预言的恩赐 我也知道各样的奥秘跟知识 我甚至有信心大到一个程度 我说中央山脉起来填平台湾海峡 也许不太好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他天平的时候 哇 所有人都来拜我了 削强修 削神 削神这样子 那我就哇 很厉害啊 什么都很强 但是圣经说 那如果你不是在爱里面 做这些的事情 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 算不得什么 下面就更夸张 他说你如果把你所有的周期穷人 你给出你所有的 甚至你给出你的生命 叫你自己被火浑烧 那如果你这一切的动作 背后不是因为爱的缘故 那仍然与我无异 这个东西很提醒我们 我要讲的是 我讲我自己 很多时候对我来讲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试探是 我非常看重结果 我非常看重目标 我很目标导向 也许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训练 因为我是读建筑的 那读建筑需要有很清楚的目的 很清楚的过程 然后我对数字也很清楚 现在到底到哪什么地步了 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清楚 可是有意无意之间 我的焦点会在目标达成了没有 数据状况如何 整个的过程怎么样 有没有达到我的意向 我要说的重点 我不是说人生不能有意向 人生不能有目标 不相反的 你应该要有很清楚的意向 你要有很清楚的目标 我要讲的重点是 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请你跟我说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当你奔向你的意向 奔向上帝给你的呼召 奔向上帝为你擦了人生标杆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爱神 你有没有爱人 特别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你知道通常上帝给我们的意向 或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不是我们这一辈子完成得了 如果你今天说 我人生有一个意向 人生有一个呼召 人生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完成什么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一辈子完成得了的目标跟意向 容许我这么说 那通常是你自己的意向 你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如果你真的是领受上帝给你的意向 上帝给你的呼召 上帝给你的目标 通常是你这一辈子你做不完的 耶稣跟十一个门徒说 你们要去世什么 万民做我的门徒 请问这十一个门徒死的时候 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吗 没有 上帝给保罗一个呼召 就是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世界 你要在外邦的世界里面传扬我的真理 请问当保罗死的时候 外邦的世界通通建立了 教会通通信了主了吗 通通听见福音了吗 当然没有 神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意向跟目标 重点不是你要达到那个目标 重点是你要有一个清楚的人生方向 因为这是你受造的目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是神要你学习 怎么样爱神 怎么样爱人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神从来不是为了要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不然那一天当撒旦诱惑耶稣的时候 试探耶稣的时候 你要得天下吗 你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上十字架 你现在跪下来 我就让你天下 因为天下都给你 耶稣那一天他跪下来就好了 他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了 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为了达到目标 而不择手段 相反的对神来讲 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最重要的是这一个 在这个往目标而去的时候 往异象而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学习到爱的功课 你有没有认真的爱神 你有没有尽你一切所能的学习 爱神还有爱人如己 我这位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 我特别看到有很多的报导 特别提到 有一些人 他们人生真的是丰功伟业 他们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众人都呈现 但是在他们临终的病床旁边 他们却发现 他们这一辈子带不走任何的资产 带不走任何的成就 相反的在他们追求这些成就跟资产的过程 他们忽略了跟家人的关系 忽略了跟他们亲子的关系 在他们临终的床上 显得非常的孤单跟懊悔 贾博士很多人都知道 贾博士在56岁 还正英年方圣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今天我们手上拿着苹果电脑 贾博士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很多新的创意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 绝顶聪明的人 贾博士他也承认 他这一生当中 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是 他没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陪伴他的孩子们成长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孩子们还有一些的纠葛跟冲突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可惜跟遗憾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到底对我们来讲什么才是 人生最需要看重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爱的功课 好 如果我们同意 如果这样子 爱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 那到底爱是什么 爱的定义 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第二个标题我要给大家的是 爱的内涵必须与神的道为基础 为基准 当我们说好 我同意 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爱 那到底爱的内涵是什么 今天太多人在讲爱 这个世界对爱有许多的不同的解释 特别现代的人 非常强调个人主义 非常强调自由主义的概念 很多人认为传统太挟制人了 传统太多包袱了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现在应该脱去宗教 还有许多道德上面的捆索 所以你只要自己喜欢 那就是爱了 你只要自己喜欢的任何人事物 都可以称得上是爱 而且爱最大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爱最大 爱最大 只要我认为我爱的 那么这就是最大的 只要我喜欢的 那就是最大的 而且爱是我的基本人权 爱是我的权利 我爱怎么样 谁都不能够限制我 我爱怎么样 这是我的人权 我们现在的人 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放弃了 对真理的认知 我们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将所有的事情 都放在宽容的温床上 我们用宽容取代真理 我们今天的文化是 我们不需要负什么道德的责任 因为严格来讲 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 过去认为对的事情 这个时候不认为对 现在认为对的事情 未来也可能认为错 所以没有绝对的道德 也没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我们应该彼此宽容 所以你有你的意见很好 你就坚持你的意见 我有我的意见也很好 我也坚持我的意见 我们要彼此宽容 没有任何人的想法 比别人更有价值 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更对 我们大家都是相等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自由 好像是非常的尊重每一个人 这里有一个学者 他叫做格尼斯 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的名称叫做 自由人的自由自我毁灭 这本书里面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地方 他说自由最大的敌人 就是自由本身 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很讽刺 他说当我们活在自以为 自由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失去 许多美善的事物 当自由成为我们生命的 一个许可证的时候 这个许可证最后却奴役 我们的生活 听起来好像不会啊 自由怎么会奴役我的生活 我就是不要奴役啊 我要自由啊 我就是要脱离被奴役啊 我要自由啊 怎么自由反而让我成为奴役呢 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了 美国曾经做过相关成瘾的研究 它的内容结果是 现今的美国人成瘾的程度 比过去几代都更高 他们成瘾于信 人们成瘾于信 药物 色情 酒精 我们对购物也成瘾 我们对脸书也成瘾 对手机也成瘾 网络也成瘾 你觉得瘾是让你自由还是让你不自由 今天一个人我酒精上瘾 我就是不想喝酒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可是晚上回家一孤单了 你不能不喝酒 我不要喝药 我知道药对我不好 但是好像我控制不了自己 当我药物上瘾的时候 我非要吃药不可 你知道不可以乱烂交 因为乱跟人家来往乱交 我有一天会染病 我会短命的 但是当你性上瘾的时候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不去做这些事情 上瘾的人知道 这对我来讲不好 对我不健康 然后对我的家庭会有伤害 对我的财务会有损失 但是我请问你 他控制得了自己吗 他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认为 我有自由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有自由做那件事情 自由最后毁灭了我们 奴役了我们 使我们失去自由 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这一个学者他下结论 他说真理必须是终极的 最后的绝对的一个客观事实 必须有真理成为一个 让我们可以值得信赖的道路 而他说这个真理是 奠基在上帝真实的存在 还有他所宣告的话语上面 如果我们拒绝这样的真理 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 那最后这个自由 就是众多的捆绑 把我们牢牢的锁住 让我们的生命短暂 让我们真正的失去幸福跟快乐 那好 如果是这样子 上帝的真理谈到爱 祂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这样子来看 上帝的真理谈到爱 祂的定义写在圣经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很多人甚至会被 在这一段 对爱最清楚的定义跟描述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英文说love never fails 或者是爱是永不失败 这一段圣经是圣经上 对爱最清楚的描述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这里面有没有谈到吸引力 爱就是一种吸引力 很有吸引力 爱就是一种情欲 我有一种欲望 我非发泄一下不可 爱是一种feel 我感觉好爱 那个feel很强 请问这一段圣经有讲到 吸引力 情欲跟feel吗 有讲到这个吗 没有 可是这个时代的人对爱的感觉是 我有感觉就是爱 我认为喜欢的那就是爱 但是圣经对爱的定义 却不是这一切的事情 圣经说爱是一个命令 其实命令是没有办法命令感觉的 我今天如果命令你说 现在给我哭 大家都哭 你会笑我 你反正会笑出来 如果你回到家里面 你爸爸妈妈跟你说 现在笑 笑给爸爸妈妈看 做老来子 娶乐爸爸妈妈 你会说 皮笑肉不笑 我的意思是说 感觉的东西不能被命令 但是我请问你爱是不是一个命令 爱是一个命令 在圣经里面第一诫命 最大的诫命 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 属你的神 还要爱人如己 你知道圣经把爱当作一个命令 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从圣经来看 从神的眼光来看 爱是一个命令 可是从现代人来看 爱怎么可以命令 你怎么可以强迫我 去爱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去爱一个 我没有feel的人 但是圣经对爱的看法 却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好吗 来 小子们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圣经来看 真正的爱的定义是实际的行动 诚心诚意的行动 一种意志的行动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对爱的定义 圣经对爱的定义 跟我们这个时代对爱的定义 我必须这么说 天离地差多少就差多少 可是我们已经被这个时代淹没了 我们已经被这个时代的认知所吸过脑了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感觉 没有一种吸引力 没有一种欲望的感受 那么这些怎么爱得下去呢 真正的爱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是 当你没有很好的感觉的时候 你仍然选择爱的行动 这个是真正的爱 甚至当对方没有好的反应 甚至对方抢你 抵挡你的时候 你仍然选择一个爱的行动 来对待对方 这才是真正的爱 你说哪里会有这种爱 这是人做不到 其实人不是没有这种经验 人类有这种经验的 所有当父母的 你对待你的儿女 应该是这样的爱 你的儿女都非常让你高兴吗 你对你的儿女都有很好的感觉吗 很多时候养过孩子就知道 有时候很想把它塞回肚子里面 或是不要好了这样子 才是让你气得牙痒痒的 但是你还是爱他 你还是会对 向着他做对他最好的事情 你父母有没有因为跟你吵架生气 就从小你有这种经验吗 生气就不煮饭给你吃 让你二三天 会吗 我想也许有了 很例外很例外 我想没有父母这样子 虽然他跟你的感觉不好 而且你呛他 你抵挡他 一个礼拜不要吃饭 会吗 我想不会 其实人类有这种经验不是没有 可是我们原来不是爱 其实真正的爱是这样子 真正的爱 也许你没有这些的感觉 没有这些好的吸引力 但是你选择继续有一个爱的行动 这就是爱的内涵 刚刚我们讲到爱 有一个完整的论述 这些就是圣经对爱的看法 好 如果这样子 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 如果这件事是圣经说最重要的 你乐不乐意把这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 那最后我给你的标题就是 我们要借着顺服神的道 来爱神跟爱人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圣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最重要的不是 你有多少成就 你做了多少丰功伟业 你多么认真地奔向你人生的目标 这个都很好 重点是 在你人生的路程当中 你有没有尽你一切所能的 学习爱的功课 来爱神跟爱人 好 那么对于爱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价值很错乱 一个是非很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 所以讲到爱 我们不得不把爱再重新定义一下 免得很多人以为爱就是feel来feel去 爱就是一种感觉 一种欲望 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 圣经从来没有把爱定义成一种吸引力 一种欲望或是一种感觉 相反的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 是一种选择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借着顺服神的道 来学习爱神跟爱人 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说好 那我要怎么样来爱神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真的很爱神 所以他来敬拜神的时候 把他的情感向神倾诉跟表达 也在敬拜或者自己在家里面QT的时候 或者在放音乐的时候 常常觉得被圣灵充满 觉得神的爱浇灌充满他 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经验 请你跟旁边说这个非常好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非常爱你 神常常很主动的借着祂的圣灵的充满 借着祂丰富的同在 用祂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 我也听过无数的见证告诉我 很多人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 他就深深的感受神爱的触摸 他的眼泪就流下来 这表明神真的非常的爱我 好 这些都毫无疑问 但是我今天的重点请大家不要忽略的 我今天的重点是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学习尽一切所能的去爱神 还有爱人如己 你感受到神的爱 是一回事情 但是我的问题是 然后呢 你被神爱交换充满 被充满颠到 然后流泪 主啊 谢谢祢今天又充满我 很好 我里面常常被神这样的感动 我常常不自主的就流下眼泪 还有就嬉笑 因为我真的知道神爱我 充满我 然后呢 我的重点是 神的命令不是你被神的爱交换 当然我们需要被神的爱交换 而且最好天天时时刻刻 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 那你的回应是什么 那你怎么反应这件事情 神说你要尽心尽气 尽一尽力来爱我 那怎么才叫做爱我呢 我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你怎么爱神 也许很多基督徒说 我就是在敬拜的时候 我告诉他 主啊 我非常的爱你 主你淹没我 充满我 感谢你 我真的好感动 主我也要说 主我好爱你 请你跟旁边说 很好 跟他讲一下 很重要 很好 很重要 但是 这个不是圣经说你爱神的方法 不是这样子 不是他跟我说他爱我 我跟他说我爱他 这样就是爱他了 耶稣说爱我的方法是另外一种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 来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说你怎么爱我 你怎么爱天父 你就是第一个 你要有我的命令 我的道我的吩咐 换句话说 你要先同意我的话 我对爱的定义 如果你坚持你自己对爱的定义 我觉得爱就是feel来feel去 我有感觉他爱 不感觉就不爱 所以我可以换很多的伴侣 我这个不爱了就算了 我换了一个 那这不是神的命令 神对爱的定义不是这样子 你愿不愿意先同意 有了接受了神对爱的定义 这个命令 还有第二步 我愿意遵守这个命令 耶稣说你怎么爱神 你怎么爱我 不是feel来feel去 当然feel很好 不是说feel不好 我没有说feel不好 你不要出去说 神耶稣 那个修哥说feel不重要 没有 我说feel也很好 可是我要讲说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爱的意义不是感觉 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 爱的意义是一种行动跟选择 今天耶稣说 第一个你要在意志上 你要在思想上面 意念上面同意我对爱的定义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这些东西 还有第二个 你要愿意遵守这一个命令 你要照这样去做 神说 如果你这样子做 你就是爱我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爱不是一种很空泛的感觉 爱是一种很实际的选择 跟实际的行动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而且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 来这样子做 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耶稣说这就是我的命令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 来 你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所以今天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那到底具体来说 那个实际的意义跟内涵是什么 我特别把刚刚爱的章篇里面 我把这一段话 我认为这是整个爱最核心的意义 就是凡事包容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 来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我们落实一点 我们不要空谈 我们讲落实一点 那什么叫做凡事包容 因为这是爱的定义跟内涵不是吗 如果是这样子 那什么是这四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 凡事包容的意思是 我们要给彼此有犯错的空间 那就是包容了 今天如果一个人 像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请问你怎么回应这件事 这个人从我面前消失 或者我把他放到我的冰冻裤里面冰起来 成为不再往来付 我要跟他尽量的远离 还是神要我们学习 爱这样子一个犯错 不可爱 有时候让你很挫折 有时候让你很受伤的一个人 包容的意思是什么 包容的意思就是 接纳别人犯错的可能性 就算犯错了 我不会拒他于前里之外 我不会再把他成为一个不相往来付 这是一种态度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选择 还有什么叫做相信 信任跟爱是攜手并尽的 你不可能爱一个你不信任的人 所以信任最关键的证据就是 当一个人犯错之后 你是不是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 当有一个人做了一件 背叛你的事情 伤害你的事情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我们都知道 彼得背叛耶稣 三次不认耶稣 但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再一次给彼得一次的机会 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排斥彼得 从此拒绝彼得 相反的 耶稣再一次的鼓励彼得 回到他的命定 回到他的呼召里面来 你知道神常常给我们 第二次的机会 第三次的机会 第四次的机会 如果神常常这样子对待我们 那是因为神信任我们 为什么神信任我们 因为神知道我们 受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原则 来彼此对待 我们对别人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信任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好不好 而是他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 也是上帝所爱 也是耶稣基督为他而死的一个对象 我们要凡事相信 不容易 同不同意 这很不容易 第三件事情 凡事盼望 什么叫凡事盼望 对于你周遭所有的人 你要有好的期待 你要用好的期待来塑造他们 透过对人们美好的期待跟盼望 你在塑造别人的生命 你知道如果一个孩子 爸爸妈妈常常觉得说 我看你没救了 我看你失败了 我看你以后这个没有用 就是当废人这样子 你觉得一个孩子会未来很有成就吗 我们知道华人常有一种观念就是 你要用激将法的 你不能让他太骄傲 我从小就骄傲 我不会注意 我不要 那就是一定要把他挫挫他的锐气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 圣经说我们对每一个人 要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美好的期待 这样子会让他的生命更有成长 更能够被建造 其实这件事情后来是有 教育上面的一个认证的 我去查了一份资料很有意思 这个人叫做Robert 他1933年出生 现在现年84岁 还活着一位学者教授 他的人生的研究里面 最有名的是这件事情 他在1966年的时候 在美国推行一个 有关心理学的一个实验认证研究 他的研究人员在一批的小学生当中 他先测试他们个别的智商 然后测试完之后 他在随机抽出 随机 就是没有特定选择的 随机抽的20%的小学生 组成一个实验组 然后请一群老师 来教这一群选出来的20%的学生 但是这一批学生 他们跟老师说 他们都是经过智商的评选之后 是非常自优的儿童 其实是不是 其实不是 是随机选的 但是他让老师以为 他们经过智商测验之后 这20%的学生 是最优秀的学生 这样子经过一年之后 研究人员再一次的 对这些实验组的学生 测试他们的智商 他们发现 平均这些20%的学生 他们的智商平均远远的高过 其他80%没有进入实验组的这些的学生 那当老师们被告知说 原来他们不是智商比较高 他们只是一样的时候 所有的老师都非常的惊讶 那这个实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本来只是平常知优的 一般知子的学生 被点名成为知优儿童之后 为什么智商会突飞猛进呢 他们发现原因就在于 教师们对这些学生 他们特别的关怀 特别的重视 特别的鼓励 加强了学生的自信跟自尊 刺激了他们学习的动机 加速了他们智商的成长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圣经是对的 凡事盼望 你今天如果对你所爱的人 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他会很被你鼓励 往那个方面来发展 我记得我从小就跟我的女儿 我女儿数学很不好 不是很不好 就是说数学 他跟我 他上高中之后 他就跟我宣告 然后国三就宣告了 他就跟我说 爸爸不要难过 我告诉你 什么事情 我很紧张 就是我放弃数学 需要在国三高一的时候 就跟我讲这种事情吗 爸爸妈妈数学还是很不错的 他跟我说放弃数学 他彻底放弃数学这样子 我就觉得心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 我们高中的时候数学都还可以 为什么我的女儿要这样子呢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够说他什么 然后我发现 我的女儿后来就往美术方面发展 我记得我最常跟我们女儿讲的一句话 在她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就是 但是我跟他说 小莫存 爸爸对你的美术跟艺术的天分 有着无可救药的信心 我相信你会非常优秀的 这样子 我就一路的灌输他 不过我真的这样子想 我不是讲假的 我是觉得上帝创造他 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非常强大的潜力 他果然一路在这方面发展的很好 当然他人生还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 丰功伟业什么这些 但是我觉得上帝创造他在这方面 有独特的特性 他现在在台东读儿童文学研究所 他跟我说他未来要做儿童的绘本 他要写儿童故事 然后画插画 或者说用短片来向儿童传达真理 我觉得很棒 很棒 很棒 不管怎么样 我对他 我常常跟他说 就这个领域 我对你有充分的信心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对旁边的人 是带着盼望呢 还是带着绝望 我看你没救了 你没救了 我看你完了 你不如死掉算了 如果说你这样子讲人家 他就真的死给你看 你知道我们的期盼 我们的期待 永远在建造别人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神要我们在爱里面 凡事盼望 还有凡事忍耐 神是这样对待我们 神永恒的忍耐 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好的 神永远不会放弃你跟我 同样的 神要我们用这样子的爱 来爱你周遭的人 对他们永远不放弃 永远不动摇 坚持到底 圣经说 这就是爱了 爱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我知道 很难 所以爱就是要包容一切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 爱就是要包容一切 对一切有信心 对一切有盼望 忍耐 忍受一切 说真的 这个何等艰难不是吗 我们何等容易认为 如果这是爱 对不起我做不到 所以我认为这绝对不是爱 所以我们会另外找爱的定义 我们就从爱里面偏差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虽然你觉得你做不到 但是你不要放弃 这就是神对我们爱的功课 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就在我们学习这件事情 那你说 那怎么可能做得到 因为神要我们包容一切 对一切有信心 对一切有盼望 忍耗一切 那为什么 难道我做得到这件事情吗 因为至终来说 爱必得胜 因为爱永不失败 记不记得刚刚圣经节 最后一句是 Love never fails 那个意思是 我做一个总结是这样子 成败不是由我们决定 成败是由永恒的神来决定 当你永远用这样子的态度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来对待你周遭的人的时候 神说 这样子的你 永远不会失败 你所带出来的影响 永远不会失败 如果我们可以这一生做一件事情 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事情 你最好做这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爱人 阿们吗 这就是我们要做 那怎么做 就是这样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今天从这个大门出去之后 回到你的家里面 你想想看神要怎么样 要你爱你的配偶 用这样的爱 爱你的孩子 爱你年长的父母亲 回到公司之后 爱你的同事 爱你的主管 爱你的老板 我怎么可能受不了他 但是 我再次讲 爱不是feel可以吗 爱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学习的功课 当你愿意这样子学习的时候 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 不是你这一辈子有多大的丰功伟业 肖翔修不是你建造了多少间教会 带了多少人信主 教会有多大间 对神来讲 不是那个 是 当然神给我人生的呼召是这样子 可是神要count 神要算的是 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尽力的爱我了吗 你有顺服我的命令吗 你有尽你最大力量来接纳 包容 相信 盼望 我放在你周遭的每一位同工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人吗 或者家人 或者你的孩子们吗 我今天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 看见我们生命存在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是我们被神的爱所淹没所浇灌 我们被神的救恩充满 被神的恩典浇灌 我们也被神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充满感恩 我的问题是 然后呢 你有没有愿意爱神还有爱人 那那个方法就是 按照神对爱的定义 顺服的来做 那那个实质的内容就是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 因为当我这样子做 不管眼前看起来结果如何 从神来看永远不会失败 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 永远不会失败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爱别人 不管最后他怎么对待我 不管我人生死的时候 结局是怎么样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在上帝面前 我永远不会失败 我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天我们将得着一个极大的奖赏 神说你学好了爱的功课 你越来越像我了 神所要做的其实就是 我们的生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容美 而耶稣就是这样子 其实从人来看 耶稣死了的时候 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 耶稣这一辈子所做的 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他被杀死 他的门徒也都释散 当时候信耶稣的人 也都坐鸟受散 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来看 耶稣这一辈子的事情是失败的 但是从永恒来看 耶稣不仅成功 而且是极荣耀的成功 好不好 我们不要从今生今世的眼光跟角度 来定义我们的成败 当神说你绝对不会失败 那么我们就绝对不会失败 神说你只有做一件事情 绝对不会失败 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的对待 我放在你周遭一切的人 还有对待你的家人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学会了爱的功课 所以圣经最后一句话 我跟大家分享 来 圣经的话有时候非常挑战我们的生命 我再次说你被圣灵充满 你在敬拜里面感受神爱的淹没都非常好 我也鼓励你继续要这样子操练亲近神 但是我还是要说 对神来讲最重要的爱的功课是 你很实际的去爱 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不管他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同事 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是过去跟你有纠结 有那些甚至有仇恨的那些的人 神说好不好 用我爱你的爱来爱他们 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学习 当我们把最重要的 放在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准确的 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的重要性 让我们活在这里 那么不管任何一个时间 我们被主接到祂的怀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遗憾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都没有遗憾 我相信神要把这个祝福 赏赐给我们每一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我感谢你 你今天把这个真理 向我们启示跟显明 让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学习爱你还有爱人 主 我今天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做不到 我们没有能力 求祢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按照祢对爱的定义 不是这个世界 或我们个人对爱的定义 而且遵行这样的命令跟定义 来学习爱的功课 主 求祢把这样的祝福恩典 赏赐给我们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神把一些人的光景 放在我心里面 我一样要用一些话来提醒 或者来鼓励你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 不管在现场或分堂点 你这一生一路都在追求卓越 你在追求绩效 你也真的表现得非常好 你真的很成功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好像特别要提醒你 人生最重要的是爱跟关系 我觉得神今天要给你一个新的眼界 神要让你打开你的眼睛看看 在你追逐这些的卓越跟成功的过程 你如何对待你的家人 你如何对待你周边这些与你一起打拼的人 我觉得今天神要用一句话来鼓励你 就是好不好我的孩子 你要用我的爱 我所定义的爱 来爱他们 来接纳他们 包容他们 来鼓励他们 对他们有最好的盼望 对他们有信心 也不断的忍耐他们 学习这一件功课 做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神说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的目标 你的绩效 你的成就 不会因此而拖累 我觉得今天神给你一个应许 就是相反的 当你愿意这样子去爱 神放在你周遭的人的时候 神说我要让你的绩效更大 我要让你的卓越更加的卓越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那些的目标 而忽略我们周遭的人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再次的提醒你 提醒我 好不好 让我们学习爱的功课 是最宝贵的 我相信神要把这些话 带到你的生命当中 来鼓励你 也来提醒你 第二种人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人 你始终有你自己对爱的看法跟定义 你可以说是很纯粹的现代人 对你来讲 爱的定义如果是像圣经这样子所说 那实在是太狭隘了 那实在是太不可行了 那实在是太传统了 我觉得今天神 好像要有一个提醒在你的生命中 神说看看你周遭跟你相同的人 你觉得他们有比较自由吗 他们有比较快乐 比较幸福吗 我觉得今天神似乎要向你显明 其实你自己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捆索 有许多的痛楚 其实是根源于 你对爱 还有真理 错误的信念 我觉得今天神要跟你说 孩子 我的目的不是要指出你的错 或是要来定你的罪 神说 我是要来让你看见 我对你的爱 我对你的包容 我对你的信心 我对你的盼望 我对你无尽的忍耐 因为你是我手中的珍宝 我何等的爱你 我要你活出 我创造你那最美善 最荣耀的本质 除非你真的来认识我 来爱我 那么你很难活出 你最大的潜力 跟最荣耀的本质 我觉得今天神是要来成全你 不是要来定你的罪 但是如果你愿意 回到神的面前 承认你对爱的看法错误 你愿意接受神对爱的定义 而且从今天开始 你愿意学习 试着遵行神对爱的命令 开始这样子 来爱你周遭的人 我相信神会把你的生命 带到成全荣耀 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不管在现场在说的分堂点 我们当中有人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今天可能受邀来到这里 或者你来教会没有很长的时间 在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爱也常常受到很多的伤害 遇到很多的挫折 今天神要跟你说 我的孩子 在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学习爱的功课 怎么爱呢 要像我爱你一样的来爱周遭的人 那问题是 主你怎么爱我呢 神说除非你先接受我的爱 不然你很难体会我对你的爱 也许你要问说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接受神的爱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做的 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接受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最大的表彰 从这里开始 上帝要亲自与你同在 上帝的爱 上帝的圣灵 上帝的恩典 要长长的充满在你身上 你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爱 跟祂的同在 在这一个能力跟同在的里面 你可以开始学习真正的来爱你周遭的人 所以我要来做这个祷告 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祢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祢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活在祢最美好的旨意中 帮助我学习爱 实践爱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我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 更多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吧 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祝你耶稣 能得照火星鲁娘 亲爱的主 你回复我生命 也归归在我身上 Ein样的主 也在爱身上 你的祷告 尊重你耶稣 能得照火星鲁娘 这场我的心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奉祢的名祝福 每一位亲爱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这一生 都把这最宝贵的事情 就是学习爱的功课 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 我宣告这样的祝福 要临到在每一位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了无遗憾在这个生命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哈利路亚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他还靠你变得更美好